大家好 今天是6月6日 欢迎收看焦点工商铺 我是朱迪 立即跟大家回顾上星期工商铺重点新闻 1986年落成的尖沙嘴百利大道向常规会申请改化用途 上纸现化为休期用地 整个项目涉及三种物业 总楼面面积约8.22万平方尺 业主立案法团希望将项目改化为14商店及服务行业用途 为减低附近环境的影响 计划也建议14用途 设置不超过5成总楼面面积 中原工商铺商铺部董事黄伟基表示 改化用途可令住户组合更趋多元化 增加消费能流 令博利大道铺价有所提升 事件局宣布启动九龙城牙前围道甲饼达道重建项目 并预留过百亿收购约1000个月圈 约1600个住户及140间地铺受影响 项目涉及区内三个地盘 总面积约40万平方尺 重建后将提供4350伙中小型住宅 最快2034年落成 东九龙路的大手商场铺位主力 有教育集团 陈珠油团 西台商场开办国际学校 涉及地下 一楼及二楼所有商业楼面 总面积约49600平方尺 月租约135万元 租其长达超过10年 租金总额高达1.62亿元 平均持租约27元 接连有脚下路的大手租物 今年即将入伙的泽宇永太古坊二座 其中六层楼面获银行成租 合共超过13万平方尺 持租料约50元 月租约660万元 而万角新世纪广场也获日本电器品牌租用全程单位 面积约2.6万平方尺 持租约28元 月租近73万元 有本杆老牌公司已约4302万 购路奎永奎德工业中心一座三楼三个单位 物业总面积约12841平方尺 持价约3350元 原业主1988年以约688万购路 持货约34年 账面获利约5倍多 好了 今天的报道来到这里 大家想今天示范 记得订阅我们中原工商铺资金台的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